剛才跟你說 電流會產生磁場 所以會使得磁針偏轉 然後呢 可是實際上的真正的指向是受兩個影響 一個是地球磁場 一個是電流磁場 所以圖上面看 電流磁場要它指向 右邊、東邊 地球要它指向北邊、前面、上面 合體是指向這邊 所以事實上會有一個合力的問題 當然你都知道 如果電流磁場遠大於地球磁場 就會越來越接近電流磁場的方向 那我們平常考試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不考慮地球磁場的 只考慮電流磁場向哪一邊 但實際的指向是兩個的 所以呢 這邊 一個地球磁場指向前方 一個電流磁場指向右邊 所以它合力的指向在這裡 所以它是它真正的指向方向 或者考卷上就是問 會向哪一邊偏轉 喔 就說呢 向東邊偏轉 向東邊偏轉 轉向東邊去 這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OK 就是告訴你真正的指向這麼一回事 真正的指向這麼一回事 OK 那假如地球磁場跟電流磁場方向相反 地球要我指向北 電流要我指向南 那我會怎麼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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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戰界問 如果電流要我指向南方 地球要我指向北方 那我會指向哪一方 帥哥三三 三三 指向哪一方 秉公長 不知道 請坐下 這是合力啊 以前學的合力啊 看誰大啊 如果電流磁場很大呢 兩個方向上不是要相減嗎 相減嗎 那看誰剩下啊 如果電流磁場很大 就把他強迫要轉彎嘛 轉越280度嘛 那如果電流磁場小呢 扣掉之後還不夠用啊 還是拼地球磁場的啊 不偏嘛 所以呢 就看誰大 看誰大 看他要偏哪邊看誰大 所以 一個不偏 或者一個偏180度 那 另外有人類似的考察就問說 那他 平常 如果電流要我指向東 地球要我指向北 我最大最大會偏幾度 90嘛 從北偏變成東邊 或者是盡量接近東邊嘛 要從東邊90度 OK 好 這就是圖雷森老師做的動畫 來跟各位解釋 現在電流呢 打開 他跑到了左邊 所以上方磁場 下方磁場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呢 你如果離得比較遠 跟離得比較近 偏的角度會不一樣 就是越靠近磁場就會越大 然後你把電流加大 也一樣 叫做跟電流成正比 跟距離成反比 可以這樣意思 然後方向就是去比較 然後他向左是一個方向 向右呢 那就會換一個方向嘛 就用手筆你就知道 向左流向右流 就會不一樣 這是一個動畫 這是他後來的動畫 他有一個比較 古老的動畫 其實意思也是一樣 他以前的做這個意思也是一樣 好 來 這邊有一個入紙面出紙面 進去的 然後進去的 然後呢 我們兩邊 正好就是相反嘛 切切兩邊方向相反對不對 然後你看他靠近的話 就會偏的比較多 遠離的話就會偏的比較少 他的北邊是在 右下方是他的北邊嘛 OK 然後也是一樣 然後呢 就看距離會有影響 然後感覺出紙面 就會相反過來 就做一樣的表達 就是用這個 第一個 是用大小的意思 跟電流大小成正比跟距離成反比 電流的重點 做點什麼重點 就是 你用安培右手比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圈圈 然後做切線 就是我時針所指示的方向 讓你能夠看到 這個動畫我應該有放在線上 教學網站上看 你可以自己去玩一玩 看那個情況 讓你能夠理解 他到底該怎麼偏 是要向這裡還向那裡偏 看你的安培右手 是不是能夠確實的比得出來 就是我們要告訴各位的事情 OK